1956年,36岁的张爱玲怀孕了 65岁的男友赖雅知道后,马上向她求婚 但条件是必须打掉孩子,因为她负担不起 张爱玲叹息道,医生告诉我 如果这个孩子不要,以后我再也无法怀孕 1955年,张爱玲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 她本想在美国东山再起 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内受万人追捧 在美国却无人问津 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无奈之下,她只能住进麦道尾文艺营 提供的微博保障,勉强维持生活 也就在这里,她遇到了人生最后一段爱情 大她29岁的德艺作家赖雅 赖雅是哈佛大学硕士 曾在麻省理工大学当过老师 却因追求自己的文学梦放弃了稳定的生活 最后沦落到靠救济度日的境地 虽然赖雅已经65岁了 但她性格活泼开朗 总能给张爱玲带来不少的快乐 此时的张爱玲历经人生的沧海桑田 事业又陷入低谷 身处异乡的她没亲人 没朋友,很孤独 好在赖雅给了她温暖 就这样,在赖雅的追求下张爱玲没有拒绝 尽管他们经济拮据,却很幸福 不久后,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非常紧张,立即将消息告诉男友 但赖雅知道后毫不犹豫地说 我们马上结婚 但条件是必须打掉孩子 这一年,张爱玲已经36岁了 孩子已有四个月大 张爱玲叹息道 如果这个孩子不要 我以后就没有机会再有孩子了 但赖雅还是态度坚决地摇头 我们现在的条件根本养不起孩子 更何况我已经65岁 已至暮年 孩子的降生只会徒增负担 没有哪个女人不想当妈妈 张爱玲虽然没有做好当妈妈的思想准备 但对这个孩子的到来 她还是开心的 也很期待 但为了挽留自己这岌岌可畏的爱情 张爱玲再一次犯傻 同意了赖雅的要求 放弃了孩子 随后他们领证结婚 婚后赖雅对张爱玲呵护被制 深知她性格内向不善社交 且生活自理能力很差 便主动承担家务 为她营造了一个温馨而舒适的写作环境 然而 这样幸福的生活仅过了两个月 赖雅不幸中风 这一变故如晴天霹雳 让张爱玲措手不及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 张爱玲倾尽所有积蓄 并向朋友四处求援 终于将赖雅从死神手中夺回 此后 张爱玲不仅学会了操持家务 还要照顾瘫痪的丈夫 为了挣钱 担负起赖雅的高额医疗费 张爱玲开始疯狂写作 甚至放下她高傲的自尊 连牙医的宣传广告都接 1957年8月 远在英国伦敦的母亲黄一范病重 她想见女儿最后一面 张爱玲收到母亲的来信心急如焚 但她连买机票的钱都拿不出来 只能给母亲寄去100美元以表孝心 黄一范在临终前 给女儿寄去了一箱古董 缓解了她的经济压力 在张爱玲的细心照料下 赖雅的身体逐渐好转 但好景不长 1965年 赖雅在一次外出时不慎摔倒 再次中风 且病情更为严重 为了方便照顾丈夫 张爱玲在她的床边 安置了一张行军床 一边写作 一边悉心照顾赖雅 希望她能多活一段时间 然而张爱玲终究留不住丈夫的性命 1967年10月76岁的赖雅去世 留下了张爱玲一人 独自面对着漫长而孤独的余生 赖雅去世后 张爱玲悲痛欲绝 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爱玲赖雅 以此作为对失去爱人的永恒纪念 1995年9月8日 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出租屋里去世 一周之后才被邻居发现 在张爱玲的笔下 爱情和婚姻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而她自己却一辈子恋爱脑 吃尽了爱情的苦 感谢玲悲痛欲